教室在捷運施工路段旁行駛 右邊機車騎士一手撐著圍梨 突然碰得好大一聲 整片圍梨倒塌 機車騎士被撞倒在地動彈不得 乘累孩子被嚇得嚎啕大哭 前面幸運閃過的騎士丟下機車 跑上前幫忙撐起 接著陸續有十多名民眾上前 一起救出倒在地上的機車騎士 那時候在騎的時候 是旁邊的那個圍梨是不太穩的 然後我沒想到就是 我一騎過就說整個圍梨倒下來 我根本就來不及煞車或傘 就是我剛開始我是 我去中間幫忙用 就滿重 然後大家看到可能那個太重 然後也跟著幫忙搬這樣子 兩公尺高的施工圍梨被強風吹倒 一整排約十幾公尺 讓一條線道幾乎無法通行 工程人員趕緊扶起圍梨 遠景沿道場疏導交通 氣象局一早發布路上強風警報 13號中午12點半左右 新北市板橋米勝路三段 刮起強震風 圍梨倒塌讓兩台轎車和三台機車被壓 受傷的三位民眾手腳輕微擦傷 送往台北醫院救治後沒有大礙 要求廠商全面去檢視去加固 那至於受傷的民眾的部分 我們要求我們廠商負起全部的責任 相關待會對此特別補強 加上柳澤西護欄和鋼索 固定可擋12級強震風 突然的大風讓鐵具圍梨大片青島 幾乎嚇壞現場民眾 記者王清윤五次一新北報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